兩個人在一起 你如果是感情 感情很好 跟第三者有什麼關係 我前期的那個MV 都還找陳子強來拍的 我還包紅包給陳子強 去糾結說 他是不是怨這個原因 我是不是在折磨我自己 那我幹嘛去想這件事 對嘛 我跟他本來就有一點點問題了 他覺得我做事就是 很多事情 沒有問過他啦 喔我現在終於知道 有的時候我 都不說話是冷暴力 然後突然就去檢查到 我有 癌症持續畢長 大機率是 攝護腺癌 旁白哥爆爆 叫麥哥飆高癌指數 直播喊停離婚 三大導火線 不怪陳子強 以前看過吸神器 你吸保齡球好不好 這個他還可以吸地球 這支手鍋 大家都像周杰倫 你如果要嚇白雞來 都像不要黑倫 是 還記得寶島叫麥哥夜深俊嘛 崛起於2012年夜市 後來直播帶貨 紅道綜藝大哥吳宗憲 也幫槍站台 那好久不見 原來他心累了 身體也命了 應該是前年 我們就在談離婚了啦 真正簽字的時間 今天是去年 療傷的過程已經過了 他提到 要引爆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就已經分居兩年了 疫情的關係 小朋友小班中班都沒有讀 怕你突然插班進去 可能被欺負啊 如果沒有特別有老師去照顧他 我怕他會沒有辦法融入 剛好他媽媽在台南 在一間小學裡面 當那個廚工 學校很熟 裡面有附屬的幼稚園 不然他把小孩帶去那邊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開始就 就分隔兩地了 他有一台電動摩托車 放在台中 因為我都在台中工作 然後這台摩托車 就兩年都沒有動它 電動摩托車 跟一般的摩托車不一樣 它是沒電 是完全沒電 你連打開車廂什麼都不行 你沒有辦法開車廂 沒有辦法換電子 因為這件事情就引爆 不在這段時間 你為什麼都不去幫我 看一下東西 有沒有電啊 還是怎樣 我連出門三分鐘的路 我都要開車 壓根忘了有一台車在那邊 反正意思就是說 都是沒有想到它 開始跟我冷戰 跟我說話 他覺得我做事就是 很多事情 沒有問過他啦 他要出唱片的事 我找製作人 我叫人家寫歌 也沒有問過他想要唱什麼歌 我都沒有問他 我就找人做了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的感受 你有沒有問過我的意見 我就請生技公司 那個保養品公司 幫他開發一些保養品 保健食品 花了兩百萬 我想說他可以在網路上面賣 他就說 你也沒有問我要賣什麼 長期都分隔兩地 我想要回去修補親子之間的感情 跟前妻之間的感情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已經 有一點狀況了 回去之後就爆炸了 沒回去還沒事 小朋友有一種 玩具叫搓搓熱 搓熱裡面會有玩具那種 阿公覺得他很頂地 所以就把最後三個洞 把它掛掉 小朋友下課回來 就跟他講說 那個洞洞的搓熱 拿去丟掉這樣 不行 裡面還有三個洞沒有花 小朋友就哭了 前妻就下課 就問說你怎麼在哭啊 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就去動他的東西這樣子 我前妻就跟他爸爸說 阿你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他當然會生氣阿 阿公就 賢小的回家 你嫁出去了啦 回來住家裡住那麼久 還帶一個脫油品回來啦 要拖累他們兩個老人啦 那我前妻就說 說你把小孩帶回去台北 那我們兩個離婚 然後我搬出去 這個家就安靜了 中心後愛勇敢起飛 皇帝愛情緒 就滿股脆 你 人心想 外面在傳的這件事 有沒有聯想 我其實是沒有 如果我跟他兩個很好 誰可以介入 有幫助嗎 好妙 服養費是每個月都會給 他賣的東西就是 全部都歸他 我一毛也不拿 因為我媽媽癌症 前陣子又剛剛 又遇到她 她那個 帶重心泡疹 免疫力失調 然後突然就去檢查到 我有 癌症指數異常 很大機率是 攝護腺癌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 回來 回來 先把自己身體弄好 然後順便可以給我媽 因為我媽快80歲了 現在剛做專訪 我就說我有對象 你就死了 我不騙你 這個就不是 跟陳子強有關了 就是跟我另外那一個 對象有關了 就算有也不能講 哈哈哈哈 這個在廣大網民的心中 社群威樂新聞 你無縫接軌喔 報導 所詞